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画面所示 M4芯片频率高达4408Hz 单核跑分3707和3767分 多核跑分14523和14677分 作为对比 目前Deekbench收录的22款iPad Pro 12.9英寸机型 单核跑分为2539分 多核9628分 所以这个M4跑分要是属实的话 提升幅度可谓相当大 单核提升于48.37%和52.44% GPU方面 Deekbench 6的测试成绩为53,792分 作为参考 前代搭载MR处理器的iPad Pro 12.9 测试成绩约为46,000-47,000分 M4 GPU性能提升幅度约15%左右 以上测试却来自搭载10和M4处理器与16GB内存的型号 机型代号为J721AP 设备ID是IPAT16 6 运行iOS iPadOS 17.5操作系统 根据苹果的介绍 这款的芯片采用了第二代3nm制程工艺 集成280亿晶体管和全新的显示控制器 最高提供适合新CPU和GPU 此外还采用了带宽更高的解码和直行引擎 更深层的直行引擎 和性能更强的新一代机器学习加速器 同时M4芯片还有更强的NPU 运行速度达每秒38万一次 苹果也表示 搭载M4芯片的iPad Pro 性能超过同类型AIPC 但问题是 在AIGC时代久不作为的苹果 真能凭借M4芯片重回AIPC的主战场吗 或者说 M4芯片真的有这么强吗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M4的基本配置 M4芯片最高搭载是核心CPU 没错 和笔记本中的苹果Silicon一样 iPad Pro中的M4也有满血版和低配版的区分 其中搭配ETB及更高存储空间的M4芯片为满血版 配备了是核心CPU 为4P加6E方案 统一内存也来到16GB 而256GB和512GB版本的M4芯片为9核心CPU 统一内存也只有8GB 考虑到苹果M20代还曾对小容量设备的闪存芯片做过优化 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商手新iPad Pro 但Jeffrey依旧合力怀疑小容量版本的M4芯片 在硬盘读写速度上可能会有所差异 但值得庆幸的是 尽管苹果对M4芯片的内存施展了精湛刀法 但残血版和满血版M4同样有120GB每秒的内存带宽 在iPadOS的资源调度下 高负载APP的切换速度应该有所保证 只要这个APP没有因为8GB内存装不下而被后台杀掉 内存方面要说有什么好消息的话 那就是M4芯片还加入了对动态内存调整的支持 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缓解CPU GPU对统一内存资源增强的情况 同时提高统一内存综合利用率 在一定程度下可以保证M4芯片运行资源的充裕 但从用户的角度看 更灵活的分配方式 并不能从根本解决CPU和GPU 争夺有限的8GB内存这一问题 没错 统一内存的设计允许CPU和GPU 直接访问内存中同一份数据 不需要经过二次转发 但快速存取的前提是统一内存足够大 不需要把杀后台或把软件扔到SSD充当的虚拟内存之里 对于残血版M4用户来说 丢后台 重在的情况恐怕只会愈演愈烈 说完CPU我们再来看看GPU的部分 在Jeffrey看来 这也是关于M4性能水分最大的部分 在苹果的宣传中 M4芯片相较M2有4倍的性能提速 但同样在补充说明中 我们发现这个4倍提速并不完全是硬件性能的提升 针对Octane X测试 采用M4芯片的iPad Pro使用的是硬件加速的光线追踪 而M2基金使用的是软件光线追踪 软件追踪的性能本身就显著低于硬件追踪 考虑到基于硬件加速的光线追踪功能 是M3时代才加入的新功能 而iPad Pro系列又从未搭载M3系列芯片 这个4倍的提升究竟是性工艺带来的硬件提升 还是对M3GPU的超频强化 疑惑根本还是M3GPU的水平 苹果没说 我们也不得而知 MPU方面 苹果没有明确说明M4MPU浮点运算速度 只给出了一个笼统的 没头没尾的每秒38万亿次 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计算运行38万亿次 支持哪些运算加速则是完全没有说 颇有当年M1刚刚发布时那种云里物理的风范 但整场发布会看下来 关于M4芯片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 只有图像引擎的升级 为了适应双层OLED屏幕带来的额外运算需求 苹果升级了M4芯片的图像引擎 所支持的动态刷新率范围来到了10到120Hz 考虑到这款M4之后还会被运用在MacBook等笔记本上 Jeffrey大胆推测今年的MacBook Pro将改用OLED屏幕 退一步讲 即便M4芯片性能潜力巨大 但是否能够完全发挥这种潜力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系统的优化和功能支持 而对搭载了M4芯片的iPad Pro来说 iPadOS已经成为了发挥芯片性能的一个限制因素 首先 iPadOS在专业级应用的生态上也显示出了局限性 虽然很多开发商开始为iPadOS开发 更为复杂和功能丰富的应用程序 如Adobe的Photoshop Dfinity Photo等 但这些应用相较于他们在桌面操作系统上的版本 无论是功能还是效率都有所削弱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iPad Pro在专业工作流程中的应用范围 内存管理也是iPadOS需要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 尽管M4芯片支持动态内存调整技术 但iPadOS对于高内存需求的应用管理仍有优化空间 再多应用同时运行时 系统往往需要频繁地将后台应用进程丢掉 这不仅影响了应用的响应速度 也降低了用户的工作效率 对于那些需要大量内存和持续处理能力的专业应用 这种内存管理器只显得尤为束手束脚 没错 苹果为了用尽M4的性能在发布新iPad Pro的同时 也更新了iPadOS上的Final Cut Pro和Logic Pro 为这两款软件加入了AI加速驱动的新功能 比如一键去除视频背景和生成式乐手 但苹果的严格应用审核流程和操作系统的封闭性 限制了可以在平台上运行的软件类型和权限 截止2024年5月8日 苹果仍未开放iPadOS上的应用测载 这意味着每一个应用都需要经过苹果的审核批准才能发布 这一过程确保了应用的安全性和质量 但同时也限制了开发者实现复杂AI功能的自由度 尤其是那些需要深入访问系统资源 或者需要特殊硬件权限的AI应用 更不用说iPadOS对第三方开发工具和库的支持相当有限了 在Windows和MacOS上 开发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工具和库来构建和训练AI模型 如TensorFlow或P-Torch 尽管iPadOS有限度地支持了CoreML等机器学习框架 但这些框架远不如桌面级的工具强大和灵活 这种局限性限制了AI应用的复杂度和效能 也导致iPadOS生态下AIGC用力短缺 内容贫乏的情况 当然了 每当我们讨论起iPadOS应用生态不如桌面时 一定有人会提到让iPad Pro运行MacOS 但iPad设计重点在于触控操作优化 而MacOS是未建设交互设计的系统 两者的用户界面和交互逻辑有根本的差异 直接运行MacOS将大幅降低iPad的使用体验和效率 与其打破iPadOS和MacOS的软件隔离 苹果近几年的做法更偏向于 打破两者应用之间内容和数据的隔离 而这也意味着在短期内 我们都不会看到MacOS登上iPad的一天 而AI自然也称iPadOS和MacOS之间 应用不互通的牺牲品 不过在新iPad发布会的结尾 库克也提到苹果将在一个月后的 WWDC上公布更多新消息 按照过去的展品时间表 这里指的新消息不出意外 会是采用M4芯片的MacBook芯片 同时苹果也会在WWDC上 公布更多关于M4芯片在AI方面的细节 但考虑到软件生态也是WWDC的重点 AI技术如何进一步融入iOS iPadOS 相信也会是WWDC的重头戏 不可否认的是 就现阶段苹果对M4芯片遮遮掩掩 对iPadOS不理不采的态度 确实很难让消费者相信 iPad Pro拥有超越AIPC的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 iPad Pro没有这样的潜力 将桌面级别的计算平台 移植到平板电脑中 这本身就是苹果挑战不可能的体现 至于未来iPad Pro还有什么能耐 希望下个月的WWDC 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相信未来iPad Pro 会拥有超越AIPC的能力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